欢迎你们看 我是主持人潮阳 大家好 我是立坤 那今天我发现 音乐场所有的观众 这个表情都特别特别的兴奋 而且有点着急 为什么着急 因为大家等着看着看一部 非常好看的电视剧 内部电视剧的名字叫什么 李秋为央 那今天我们把体制为央的主创 都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是的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欢迎各位演员登场 有请 首先让我们欢迎的就是 毛小彤 李希艾 彭豆豆 金汉 好 接下来 让我们欢迎的是 罗靖 吴建豪 欢迎 共同有请 唐燕 是不是 我这耳朵 都已经快失聪了 我这边全都在喊唐燕 唐燕 看来都是唐燕的粉丝坐在这 是慈禧礼服的 对 接下来需要每一个人 做一个自我介绍 咱们从金汉这边先开始 好 先来 大家好 我叫金汉 我在剧中饰演赤云南 我就是李维央最恨的那个男人 你可以走了 大家好 我是毛小彤 在锦绣《维央》里面 扮演李长茹 她是一个狠角色 是维央又爱又恨的妹妹 妹妹 很老套 大家好 我叫彭逗逗 我饰演的是李长茜 是魏秧的吃货妹妹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李心爱 在锦绣《魏秧》中 饰演的是李长乐 然后是魏秧的生死情敌 很可恶 大家好 我是罗靖 我在锦绣《魏秧》里 饰演的是拓拔骏 是李魏秧的等于贴身保镖了 等于贴身保镖了 那接下来把话筒要留给我们的魏秧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了 这么多人都跟你有错终复杂的关系 对 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一个自己就很错终复杂的人 因为我在里面是一生两命 冯兴儿和李魏秧 我们今天还特别准备了一段片花 我们可以先读围快一下 感觉好像魏秧情有很温柔的一面 又有很霸气的一面 对 那到底李魏秧这个人物的身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多面性呢 因为魏秧她原本是 隔壁国家的一个公主 然后就是变成王国公主 她对待自己的家人 都是非常温和善良 但是对待敌人的时候 也是心狠手辣绝不手乱 所以说是因为这么多的仇人 塑造了钢铁一般的性格 对 要不然的话就会被杀死 演了那么多的古装戏啊 演这个角色 觉得跟其他的古装角色相比 有没有她特别的难度 有啊 因为其他的古装戏 都是别人保护我 然后 这次就是他们都害你 对 然后在这儿的话 我 我是自我保护 是自我保护 然后自救 然后还要想着去 怎么的 就是他们来杀 我要再反过去杀他了 就其实是烧脑的 在以往曾出演的剧作中 唐妍出演的角色 仿佣娇俏灵力 惹人怜爱 在锦绣未央中 唐妍突破自我 他饰演的李未央 智勇双拳 厌贯群芳 面对强敌 他隐忍负重 面对挑衅 他直面迎击毫不示弱 这爱卫羊 爱卫羊的请举手 这爱卫羊的请举手 这边 这边 好 OK 手放下 分别说一说吧 对 是吧 我觉得如果说的方式 不足以表达 卫羊对他们的态度 那这要怎么样 因为他们是爱卫羊的人 但是卫羊的心里 可能只有一个人 这怎么办 所以咱们来一个情境化的展示 情境化你注意听了 就是两位男演员 分别用台词向卫羊表白 看眼卫羊对他们两人的态度 都知道 谁才是卫羊真正的亲密爱人 看罗进 你怎么不说话呢 来酝酿一下 在酝酿啊 这么深沉的词 再来一次 是吧 不是 对啊 词头有点略慢 是不是当我这个导演不存在 因为我也需要酝酿了 当然 当然 但是我刚才一口气 已经到这儿了 可是他还是没有开口 我觉得电视机器人 观众会换台 是 是 是 找我就是你的不识了 是不是 这胆在胆在准备日子啊 一 三 二 一 开始 只要你站在我的身边 哪怕与全天下为敌 又如何 全是江山对于我来说 抵不过你一个笑容 全是江山 抵不过你一个笑容 你是什么意思 虽然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但在剧中 罗进饰演的卫国皇帝之孙 拓跋郡 与李卫央的相识过程 却惊心动魄 李卫央与拓跋郡 坦诚相待 二人之间的误会 终于云霄雨散 但前行之路危机四伏 除了拓跋郡对李卫央 一往情深之外 还有一个人对他念念不忘 他就是吴建豪饰演的 拓跋鱼 剧中吴建豪饰演 贵国皇子拓跋鱼 他心狠手腕 惊于全谋轨迹 戏内李卫央吃尽苦头 而戏外 唐烟的日常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好感官 周团的日常 他会在这有一段时间 吃一口 打拓鱼 吃一口 吃一口 可以吃一口 你為什麼起了一個老年人 你為什麼起了一個老年人 就我常常你就是什麼東西 拍一拍 拍 沒有… 好… 對… 對…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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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廣大觀眾心中 唐嫣 羅敬 早已是班配登隊的隱目情侶 他們曾在《亂世佳人》 《X女特工》 《可拉戀人》中三度合作 這個合作 這個是不是 只要是唐嫣的女一號 你就會覺得 我跟她配合作模式 所有的女人 所有的女一號當中 這個問題比較接人 那我在她必然這個肯定是答 答案是肯定的 你們這完全就是對啊 對啊 那我應該怎麼問呢 我應該問難道你不想跟她合作 反正怎麼問都是坑 就得笑 有沒有合作出一種厭倦的感覺來 還好還好 我們覺得就是會默契了 就每一次合作 都會看到對方的成長 對 其實都能夠去 可能隔一段時間合作一次 隔一段時間合作 可能會覺得 這個戲會有一些驚喜 那個戲會有一些驚喜 我覺得還是一個比較愉快的過程 對 那我們收到一些 就是片場的密探 給我們發來的一些片場的信息 我們在片場就發現了 有一些特別好玩的片段 可能我們看正確的時候看不到 但今天呢 我們的所有觀眾 你們有福利了 所以有天花看是吧 對呀 所以我們來看看在現場 唐閻跟羅晉他們之間是有多默契 來 看一下 請問為什麼會出現 就是嘔吐的勝利反應呢 為什麼會出現呢 可能都比較像 嫌棄吧 那就太多了 這應該是在走戲的階段 走戲的階段 因為導演有的時候說 你們想想看你們怎麼演 你們想試一遍 走一個位置 然後你們看看怎麼演 我們怎麼擺機位 導演有的時候會這樣 那我們可能就是在試 是的不是你覺得 怎麼 這個我OK 然後可能就會這樣 但是我剛才 談得很陶醉 你們有沒有覺得嗎 我都不知道我為什麼 做這個表情 對 確實很陶醉 就是那種享受 這種扶琴的快感 因為這場戲就是他教我 是 是拓花鏡在膠裏 非常彈琴 彈琴 對 就是這麼一場戲 那他吐可以理解 你為什麼要跟著一塊兒吐 就是可能身上當時 衣服有被兒吧 一場往來 那意思一吐一身 我要吐你一身 這個意思嗎 但是後面的那個鏡頭的吐 好像我們都沒有看到 對方就吐了 這也是默契的一種的 對 錦繡衛央中 人物關係錯綜複雜 李衛央雖然精於全謀 但是面對眾多敵手 他又該如何應對呢 今天我們這個做次的排位 很有趣啊 這邊呢是愛衛央的人 對吧 這邊幾位都是不愛衛央的人 有的還是恨衛央的人 什麼的 當然可能就是衛央 對他們每個人的這個程度 也都不太一樣 就恨的程度不一樣 所以接下來也是剛才的方式 每個人請對衛央說一句話 我們一個一個來啊 來吧 衛央 你跟我到 簡直是不自量 哎哎哎哎哎 算了算了 你看後人反應多大 我就是說一說嘛 啊 我就是說一說 不要激動 李心愛 飾演上書女兒李嫦樂 飛揚跋扈 視自己同父異母的妹妹 李衛央為眼中丁 我在戲裡是演衛央的大姐 就是他們的大姐 她是一個就是 其實她是很直接就覺得 我就是壞的 然後你跟我有衝突 我就是要跟你一覺高下 很直接的這樣子的 畫在臉上 我恨你我就恨你 我就在表面上直接來了 對她也是跟我就是 她也毫不示弱的那種 就不是特別弱的那種 就跟剛才一樣 可是我還是被你刷了一大張 哎呦天哪 我也不想 她主要是怕請我吃飯 哦 是嗎 對 她有黑帳 她有很多頓飯了 哦 打一巴掌一頓飯 那絕對不只打巴掌 什麼扎手指啊 什麼抽鞭子啊 什麼這那這那的 然後對我來個狠勁 這所有的一切 都得請吃飯 走 馬上就走 這個我明白了 大姐 就是所有的恨都寫在臉上 很表面的直來直去 哎 來 阿彤 準備啊 三 二 一 李未央 李常如 從今以後 我們不再是姐妹 那是什麼 你是我最大的敵人 那她呢 跟我沒關係 毛小彤飾演的李常如 低調隱忍 被李未央視為知心姐妹 但李常如對李未央 卻遠非姐妹之情 那麼簡單 李堅定的眼神 下一個 逗逗了 李未央 我這臉上就是你弄的 你臉怎麼了 問啥都沒看見嗎 沒有 就是你弄的 你就視而不見 視而不見 嗯 我今實演 彭豆豆飾演的李常喜 雖然看似無害 但也給李未央帶來不少麻煩 大家看看金翰了 對 金翰來 金翰這是最狠的了 表哥 對 這應該是恨得最深的一個 來 同樣陪我一下 對 要抱一下吧 抱 啥 抱一下 情感抱一下 情感抱一下 爆發的抱 爆發一下 你還給人嚇得 嚇我一跳 我差一點兒又舉動了 我還嚇多了 昨天差點兒又把他弄的嘴巴 要把琴凳子 3 2 1 你還肯成 你就是李未央 我要殺了你 啥 我要殺了你 我殺了你 我殺手還可以這樣 我殺了你也沒時候跟你幹笑的 劇中金翰飾演的赤雲男 是李未央的殺父仇人 我恨根本不重要美好的愛情 才是主題 演員們在劇中 對於各種說情話的技能 駕青就熟 然而實際情況是怎麼樣呢 到底誰最會說情話 誰在異性面前又變哑巴呢 我們做個遊戲 測試一下 再來 接下來呢 我們要考驗一下 極為男演員 他們的情傷了 就是說一個男生 送給女生禮物的時候 那種表白的過程 其實特別考驗男人情傷的 對 你說得好 就會讓對方那個女生 心況淳移 對 但是說得不好 完了 好 好 好 這個太簡單了吧 請女神起立 好 接下來是往女池的面前 來 魏央 我先把這個送給你 因為我之所以把這個送給我 我想說 你是我的菜 我吃定 你是我的菜 我吃定你了 好好好 我以為你會看我有才華 那個我 完了 比較有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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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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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那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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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哇 這是什麼 臭豆腐 臭豆腐 好 因為我們在很點拍戲的時候 每天下午三點都會放這個音樂 別吃吧 別吃啊 對 但是你的情話怎麼說呢 我得學習一下了 這臭豆腐的顏值 也是醉了 也是醉了 對 這得好好想想 是這樣的 一說臭豆腐吧 所有人都會覺得第一個反應是臭 但如果嘗過它的人呢 至少有一大部分人 都會感覺到 它其實很香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可以嘗一嘗 啊 要不這樣吧 我可以先嘗一下 哎 停停停 這不是你送我的嗎 你自己吃 這其實我不用嘗的 因為臭豆腐是我們上海的特產 不是 你也喜歡是嗎 沒有,因為我本來就上海人 我從小吃這個長大的 送到心裡去了 那就這個好了 你覺得哪個男生都到來 真的給你吃 其實我覺得 對不起啊,金翰 我都懂 你那一張我真的吃不了 其實這兩位我都覺得 比較有誠意 也是相對含蓄的 但是可能金翰因為比較年輕 對 可能就是比較簡單粗暴 但是有的時候 有往往這樣的表 我錄錯節目嗎 我錄錯節目嗎 如果要是讓你來打動我身上心 你會怎麼來的 我呀 哼哼 別說 好 親愛的魏央 我也有禮物 我禮物呢 有禮物給我 這什麼禮物 親愛的魏央 這是一個籃球 接下來我就告訴你 什麼事可以把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 這是威央告訴我 我要給你們灌籃 我要給你們灌籃 見證實際的時刻到 灌籃開始 二位中高是多高啊 我是1米94 還好 你呢 我是2米02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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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四個人都來示意上籃怎麼樣 那太好了 上籃怎麼 這次可沒有人幫你了啊 一人持續一頭啊 什麼叫專業 來 坐著 哈哈哈哈哈哈 這兩個專業的能源給我們表演 已經上籃好不好 對對對 來 哇 哇 哦 你們四個人幫他們倆行嗎 我們四個人幫他們倆可以嗎 差不多 這個沒有問題吧 對 我們可以犯規啊 不可以抱人大罪啊 那我管不著 你們只能上籃不許投來啊 啊憑什麼 啊 你不能站那麼遠投啊 來 我還有一個 我還有一個 哇 哎 犯規 要求沒說好 必須得那個傳一次球 不傳球那不行對不對 還得上來啊 預備 預備 快 快 防住 哇 這個戲真的是一部誠意製作 是一個大製作的一個豪華劇製的一個大IP 沒錯 因為今天很多觀眾一走進我們的現場 嗯 就被這一張一張非常非常精美的劇照 對 給震撼到了 當然震撼他們呢還有我們現場這麼多 非常漂亮的劇服 嗯 你們有沒有算過好唐燕 就這一部戲當中你們大概製作了多少件衣服 那簡直不計其數 你就可以這麼說 你看天下有多少星星 那你自己的這個製作的服裝有多少 我自己我 當他們告訴我數量的時候我已經呆了 嗯 吉他戲可能二三十套三四十套 嗯 但他們告訴我是九十套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麼換過來的 九十套服裝 天哪 在時尚圈不但有米蘭時裝周 巴黎時裝周 最近更有我們 北魏的錦繡衛陽主題時裝周 雖然是古裝 但這次我們不要出土文物的感覺 我們要時尚時尚最時尚 那當然啦 還是要尊重歷史真實的 不然歷史老師會罵我們呢 那麼就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 來點二度藝術創作吧 比如加個繡瓜什麼的 我們特別大氣要展出五百套衣服 但其中有將近一百套 都是給唐嫣穿的 從村姑小姐宮女兒到公主皇后太后 其中宮女兒還分低級 中級高級到招級 小姐分為受寵的小姐 省略的小姐 受身之厚的小姐 總之大家可以在錦繡衛陽中 看到一顆百變的唐嫣 今天我們的現場還有這麼多的戲服 那你要幹什麼 接下來我們要給三位男演員 出一個難題了 你們需要向四位女演員 來推銷戲服 看看你們誰的推銷方式 更容易被女演員接受 你們可以任意選擇一套 來進行現場推銷 選吧 誰先來 你先來 金翰 準備好啊 雙十一 好 推銷 開始 來 開始 呃 現在呢 各位親看到的這件衣服呢 滑而實 各位親 而不是滑而不實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塊帘子呢 可以等風 然後呢 也有富貴的象征 而且呢 最重 最最重要的是 這件衣服 是唐嫣姐穿過的 所以 我覺得 在座的各位 不管多少價錢 都應該買 對不對 嗯 就這麼重要 所以看你們的了 預備 3 2 1 開始 大家看好了 啊 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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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十一特賣啊 這件衣服是曾經的 那個 皇后現在已經 晉升為太后了 然後這件衣服 她不要了 所以現在要來賣 這是 這是曾經的皇后穿過的衣服 現在不要了 現價 要要要要 啊 希望大家能夠 踴躍地來 來買這件衣服啊 你看這個衣服 它有袖子 對 沒有鞋 還不送自己買 然後這個 可以當圍巾 啊 對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 踴躍地來買 記住啊 過了這個村 就沒有這個店了 過了這個村 就沒有這個店了 不對 應該這麼說 我買 沒關鍵 我會到下個村口等你 直到把它賣掉 好 謝謝 謝謝 哎呀 大人息怒 好霸氣啊 大人息怒啊 哎呀 哎呀 你瞧瞧你 對不起啊 摔成了吧 謝謝 謝謝